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在镜中,老陈醋可以跟任何的美食搭配起来,用上好的陈醋款待来课,可算是最高利监呢,这片土地上,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哦。 手工酿制的纯粮老陈醋,酝酿出了镜中人的百味故事。 说起镜中的制醋工艺,就不得不提四盐井老陈醋,据说于次淮仁镇,镇上有一口古井,一井四盐,其水质干裂可口,酿出的醋酸、棉、甜、香,因而得名四盐井醋。 四盐井醋制作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 山西著名酿醋专家,严谨宗,将山西老陈醋制作工艺的药领总结为 人必得其精,水必得其干,驱必得其食,高粮必得其食,气聚必得其节,钢必得其饱,熏火必得其缓,管理必得其盐,剂量必得其准,记录。 每一地醋啊,都凝聚着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之精华,让我迫不及待想尝尝啦,记得关注我们哟。